这个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 大fxy能写成一个积分的形式 其中xy属于负物群的中物群 其中呢这个贝基函数小f非负可积 我们就称这种变量叫做二维连续型的变量 那么这个非负可积的f就是它的联合概率密度 你想这个说法跟咱们的一维是不是完全一样 一维说如果分布函数写成积分的形式 贝基函数大于等于零 说这就是联续型的一维变量 这就是概率密度 那一样你二元函数写成一个二重积分的形式 并且里面的小f非负可积 这就是二维联续型的变量 那么对于他这种变量谁来描述呢 当然是联合概率密度来描述了呀 就是用他来刻画这个二维的连续型 那么这个密度有两个性质 第一非负性 那就是自己大于等于零 第二规范性 做积分负无穷到正无穷积分等于一 为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呀 因为大f正无穷 逗号正无穷 他就等于谁了呀 是不是就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 再来个负无穷到正无穷 fuv 是不是底u底v呀 而咱们知道 这个f正无穷 f正无穷等于多少 他等于一的呀 由于他是一 所以这个积分显然是一呀 那么这两条就是咱们干什么呀 定参数 往往密度之中有个参数 小A小B不知道 怎么确定呀 就用积分等于一呀 所以你看这两条 跟这个一维的没有差别 就是推广过来的 好咱们再看他的问题 这个地方呢 他的分布函数呢 咱们同样没有做出这个 呃归纳总结 因为他的联合分布函数 用的也不多 但是呢 有这个关系式子得知道一下 联合密度有两个 重要的用途 那么这两个用途呢 在书上也有 翻到63页 63页呢 上面讲了什么叫连续型变量 紧接着讲了密度的四个性质 前两个性质咱们讲过了 还有第三个和第四个性质 就是这两个 住 看 如果xy落在一个区域上 落在区域的概率等于谁呀 就等于在这个区域上 拿联合密度做积分 做积分 这一条你想 跟咱们的一维完全一样 一维变量 咱们想一想 如果x落在一个区间上的概率 是不是在这个区间上 做定积分就行了呀 你二维要做一个二重积分呀 还有 在小f的连续点处 是不是这个小f跟大f是什么呀 是不是互为球导的关系呀 咱们一维中也有这个规律呀 咱们知道 小f是不是看成了大f 打一批呀 再连续点呀 所以这两个柱其实呢 也可以认为是一圆的推广 一维的推广 但这两个特别有用 尤其是第一条 也就是这一条 它是我们这一章 很多题的一个理论基础 要想算一个 算一个二维的连续型的变量 落在一个区域上 它的概率是等于多少呢 就是在这个区域上做二重积分 为什么说咱们这一张难 难的缘由在于 这个地方都要做一种二重积分 而且往往什么呢 往往这个积分区域地 往往这个积分区域地是什么呢 是一种动区 是种动区 它跟咱们高等数学的有点不同 高等数学做二重积分 咱们学过 那都是在一个固定区域上做二重积分 比如在正方形上 在一个圆上 在一个交叉线上 这个地方呢 这个区域是动的哈 那动区域 那做二重积分 上下线就不好定啊 所以这是个难点哈 就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这两个处 那么再往下 咱们同样来复习 它的几个问题 有点联合概率密度 紧接着学什么呀 联合边缘条件和独立 四个永远方一旗 那么它的边缘怎么来办呢 离散型的边缘 是行家列家得边缘 它不是 它得做积分 如果XY的联合密度给了 给了联合密度 那么X的边缘密度 就是F大X小X 和Y的边缘密度 小F大Y 分别是拿联合密度 一个是对Y做定积分 一个是对谁啊 对X做定积分 所以这是个公式把它记下来 以致联合的这个概率密度 求边缘 就是做积分 推导过程 在这个第二小节书上 65页游 咱们不要 直接要这个结论就行了 所以再说一次看 求X的边缘 拿联合密度 对Y做积分 求Y的边缘 对X做积分 那么对Y做积分注意 虽然咱们写的是 负无穷到正无穷 但实际上往往不是 负无穷的正无穷 而是谁呢 这样记 对Y做积分 就这样来看 这个区域中啊 假如说联合密度 在这个区域上不是零 超过这个区域呢 都是零 那怎么定Y的上下线呢 记住 由下往上来定Y的上下线 这个地方是Y的下线 这是Y的上线 那么对X做积分 怎么办呢 由左往右来划线 左边是X的下线 右边是X的上线 这才是最终 如何来定这个上下线的原理呢 就是在这个密度中 密度不为零的地方 由下往上穿 来写Y的上下线 由左往右穿 写X的上下线 那么咱们也通过一个题 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用这个公式 又怎么用对这个公式 来 看例三这个题 例三这个题呢 是咱们书上的一个题目 翻一下 这个66一 例二这个题 说已知XY的联合密度 给了求边缘密度 记住 干任何事情 都是在这个密度 不为零的地方去求 那如果联合密度是零 零做基本永远是零啊 所以没有意义 所以咱们求边缘 求条件等等 都是在不为零的地方看 那么这个联合密度 在哪个地方不为零啊 把图来换一下 YX0 那么有一条线叫Y等于X 哦 是这条线 Y等于X 那么还有一条线呢 叫做Y等于X的平方 好 这是Y等于X的平方 Y呢 是大于等于平方 小一等于X 所以就指的什么呀 指的这个阴影的地方 那么交叉点 这个地方是谁呢 哦 对下来 刚好这是1 对过来 是不是 这也刚好是1啊 所以这是咱们的 不为零的区 于是看着背 那么X的边缘 就是拿联合密度 对谁做积分 是不是对Y做积分呀 好 再写 如果我的Y 你注意 你的Y的有效范围是哪里呀 Y的范围 是不是就是0到1这一段呀 所以这个X的范围 X的范围是不是0到1呀 你看 把这个区域投影下来 是不是X的指示在0到1的时候 这个密度不会0啊 所以 如果X是0到1的话 那么是不是在0到1之间 找一条线 由下往上穿 并Y的上下线呀 所以Y的下线 就是这个X方 上线就是X 背景含着就是6呀 6的底Y嘛 好 那其他地方呢 大家想 如果X不在01这一段 是不是X在旁边这些地方呀 如果X在这些地方 那密度呢 都是0 0做积分是谁呀 显然是0啊 所以0 做完了 这就是X的范围密度 再来看谁呀 Y的范围密度 同理 倍公式 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 联合密度 对谁做积分 是不是对X做积分呀 它是对Y做积分 好 这个积分怎么积呀 那你看 你的Y是不是在0到1的时候 才是有意义的呀 所以它也写成两项 那么第一项 如果Y是0到1的话 这个时候积分不是0 那对X的积分 就是在01之间 由左往右传心 这个左边的X等于Y 所以下线就是Y 右边的X等于根号Y 所以这是来个根号Y 来个6再比个X就行了 那其他地方呢 都是0啊 所以说完了 这就是本题的两个边缘 概率密度呀 这里看我们书上有点写的嘛 对X就边缘 就是对Y做积分 对Y做积分 分两次积分 X在0到1的时候 它不是0 所以就是X方到X6做积分 那么对Y做积分 Y在0到1的时候不为0 那就是从Y到根号Y 对6对X做积分呀 所以说完了吗 这两个公式哈 必须得熟悉 好这是咱们说的 由联合怎么求这个边缘哈 就是做积分 再说一次 分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步 先把联合密度不为0的地方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被公式对X的边缘 就是联合对Y做积分 对Y怎么做积分 由下往上做积分 好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往X的周投影 投影的区域 就是X的有效的范围 那你看这个区域投下来 是不是X的0到1呀 所以X在0到1的时候 积分不是0 那积分是谁呀 那就是Y的山下线 Y是由下往上穿 下面是X方 上面是X 所以是X方到X6做积分 其他地方都是多少了呀 都是0了 依次类推 写出这个Y的边缘概念密度 好 这是最基本的呢 这个关于求边缘概念密度 那我们说的习题 你可以翻一下 也有好多题目 都是考大家求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密度 你比如这个85页的第7题 第8题 789 这三个题 都是考大家 二维连续型 给联合 求边缘 都是按这个规律 先画联合不为0 再去背公式 再去积分 一定注意上下线的问题呢 好 这是咱们提到的边缘的问题 再往下 第四个 就是条件的问题 条件概念密度 它怎么办呢 看定义 在大Y等于小Y的条件下 大X的条件概念密度 怎么写呢 写成这个符号 写成小F大X竖线大Y 或乎小X竖线小Y 这就是指的 在大Y取到小Y的条件下 研究大X的概率密度 但是说到底 这是谁的密度呀 是不是这是大X的密度呀 只不过呢 是在一个条件下 在大Y等于一个数的条件下 研究X的条件概念密度 那我问一下 这是几维的密度 是一维还是二维呀 是不是应该回答 这是一维的密度呀 这是一维 因为你研究的是谁呀 是X的密度 或者叫谁呀 Y的密度 是谁呢 大Y等于小Y的条件下 X的概率密度 就等于联合密度 除上Y的边缘密度 当然是在Y的密度 不为零的地方 才能除嘛 因为分母不能是零啊 因为这个小F是大也等于零嘛 所以它不为零 可以做分母 它等于零的地方 认为都是零哈 这是关于条件的公式啊 再来一次 求条件概念密度 就等于联合除边缘哈 所以条件就写成联合除以边缘 所以大家想一下 我们如果是知道了联合 进而可以得出谁呀 得出边缘 再相处得出谁呀 是不是得出这个条件了呀 这是一般的做法嘛 知道联合 知道边缘 知道条件 但是这个公式还可以变形 怎么变形呢 大家想 如果知道这个条件 又知道这个边缘 他俩一成就是谁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联合呀 哎 这个原理也经常考 也就是说 联合边缘和条件 这三个密度不是独立的 在这三个量中 只要知道两个 第三个就知道 知道联合和边缘一除 得条件 知道条件和边缘一成 得联合 知道联合 知道条件 他俩一除 是不是得边缘呀 所以三个量 是有相互纠缠的 任何两个 能定第三个 那么下面呢 咱们也通过一个题 来看一下 如何用这个公式 来求条件密度 来看咱们的 例四这道题 好 关于条件 概率密度 我们来看这道题 这个题呢 应该是咱们的一个习题 书上的习题 好 咱们看一下 说XY的联合密度 是等于1 什么时候等于1呢 当Y的绝对值小于X X又带领小1的时候 好 其他地方是0 求两个条件 求这个条件 和这个条件 那咱们来试一下 这个条件 概率密度 怎么来解决呀 这个题呢 是咱们书上的 86页 习题十字 这个题看 86页 习题十字 好 先第一步 画出联合密度 不为0的地方 画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呢 咱们简单描一下 这是Y轴 这是X轴 这是0 那么Y的绝对值呢 是小于X的 X就大于0 小于1 那么这条线呢 叫做Y等于X 那么这条线呢 叫做Y等于-X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1了呀 这是1 好 这是一个三角形 AOB的一个三角形 这是个部位0的积分区 然后来看 要想求条件 得先求谁呀 求边缘呀 所以咱们先求一个边缘 比如求X的边缘 好 看这边公式 边缘等于联合 做积分 求X的边缘 是应该是对Y做积分的 那怎么积 来看 那么这个积分区 它的X 是不是显然是从0到1的呀 所以0到1积分不得0 对Y积分 是不是由下往上传线呀 下面的Y是-X 所以下面是-X 上面的Y是正X 所以是正X 联合密度是1呀 所以写个1 然后来个底Y 那又是谁了呀 也就是这个2X 这是当X在01的时候 那显然其他地方都是多少呀 其他地方都是0 好 那由他则开始备了 第一个条件密度 在大X取到小X的条件下 大Y的密度 被公式条件密度等于联合密度 是不是除上这个条件Y呀 好 他俩相除 怎么除呢 是不是相除的时候呢 不为0和不为0的除呀 你这个地方分母是1 分子呢 分子是不是个2X呀 所以就是1要除个2X 这是什么时候呀 这俩相除 他什么时候是1呀 他是不是在这个范围是1 他是不是在这个范围是2X呀 所以他们两个要同时不为0 那就是第一个范围和第二个范围取个交 交集是谁呀 那显然还是那个范围呀 交集就是Y的绝对值 小于X 逗号0 小于X的小于1 其他地方是谁 都是0哈 认为其他地方是0 千万注意 有听说这样说 他说老师呀 其他地方 这个分母是0 分子也是0 那不是0比0的吗 注意不能这样来说哈 其他的地方 这个分母是0 我们认为整个概率密度都是多少 都是0 为什么可以认为呢 为什么可以认为其他地方是0呢 因为概率密度 你想条件概率密度也是什么呀 它也是一个密度呀 密度永远积分等于多少 是不是积分等于1呀 你算一算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2X的这一段 在这个地方的积分 刚好怎么样 刚好是1 那你发现了 这个函数在这一段积分已经是1了 那其他的区域呢 积分肯定是0啊 那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是0了呀 因为咱们说过 你密度在所有的地方积分 负无穷到正无穷 负无穷到正无穷 在整个平面积分应该是1 如今发现 它在这一块已经是1了 那其他地方只能是0啊 否则的话积分超过1了呀 所以有 所以我们有道理 有理由说其他地方是0 就这个原因 好 这是咱们解释清楚了 第一个条件密度 那么再来看第二个条件密度 第二个呢 比较复杂一点 咱们重新画这个图 好 这是Y 这是X 这有一个线 这也有一个线 这是Y等于-X 这是1 这是Y等于X 这是0 来为了求第二个条件 要先求边缘呀 求Y的边缘 倍公式 那就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联合密度 应该是对X的积分 但是有问题 对X的积分 是不是由左往右穿呀 但是你想一想 如果是在上面 是这样由左往右穿 如果是在下面呢 是不是这样由左往右穿呀 是不是大家近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应该分一下 来看第一种情况 如果Y是在这个地方上半段 是不是0到1呀 和下半段0到-1 如果Y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的Y是0到1的话 0到1 就是上面那个段了呀 所以此时对X的积分 是不是由左往右穿线 那么左边的X就是Y 右边的X呢 是1 倍积函数还是1呀 比谁啊 比1X 所以等于1-Y 但是如果Y是从-1跑到0 -1跑到0 对X的积分 又左往右穿 那么左边的X将等于-Y 右边的X还是1 所以这还是1做积分 比X等于多少 1再加个Y就行了 那么其他地方呢 我们就没多这多少呀 都是0啊 都是0 好 这就是它的边缘密度呀 你写成这样可以 但是还可以怎么办呢 还可以化解一下 怎么化解呢 大家看哈 Y如果是正的 写成1-Y 如果Y是个负的写成谁 是不是1加Y呀 那它取正是减 它取负写个加 是不是正负号颠倒了一下呀 所以可以写成谁 干脆写成1-Y的 绝对值吧 范围是不是写成-1 直接到谁了 到1 是不是其他地方是0啊 啊 这是不是一个道理呀 把两段合并一下呀 有的朋友说老师不行啊 你这段少了个谁 少了个0啊 咱们在第二段就说过 概率密度的要求特别低 有没有这个点 这个点含不含过它 没有关系的 你这段说相当于是少了个0 其实不少呀 你这段写个等于0 这当然可以了呀 你这段写个等于0也可以呀 你等于1 它等于负1 这都是可以的呀 少几个点 多几个点 无关减样 所以最终写成谁了 是不是负1到1 就取谁了呀 取了这个1-Y的绝对值吗 这把它合并起来了吗 合并成一样了 好 这个条 这个边缘有了 则来背条件吧 则 那就是大X 竖线大Y 或虎小X小Y 那么按照我们的条件 公式 是不是等于联合除边缘呀 联合是1 边缘来 哪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1-Y的绝对值呀 这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要在分子他不为0 和分母这段不为0的地方呀 去个礁 他那一礁是谁呀 还是这个区域哈 还是原来的区域哈 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拿过来用一下吧 还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区域 那其他地方呢 还是谁呀 还是0嘛 懂啊 所以本期哈 这个题比例三麻烦一点哈 这个题在求边缘的时候呢 他要分两段这个地方 然后后来发现 能合成一段哈 合起来比较简单 好 通过这两个题 例三和例四 我们体会一下 对于二维连续性的变量 给联合 可以求边缘 做积分 给联合 可以求条件 就是拿联合除边缘 除的结果 作为了条件概率密度 啊 啊 这是咱们单独说的几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独立性的问题了 那么对于连续性随机变量 什么叫独立呀 这要来定义的 对任意的XY 如果有联合密度 等于两个边缘的知机 我们就称 他们两个是独立的哈 在书上你就翻翻到应该是这个第四小节 七十三页的四点三这个式子 这是对二维连续性谈的哈 二维连续性独不独立 我们除了可以用分布函数看 还可以用概率密度看 联合密度等于两个边缘知机 就是独立的 那么下面呢 咱们也通过一个综合题来回答一下 这个关于这四个问题 联合边缘条件和独立性 来咱们看例五这道题 例五呢 是咱们教材的一个习题 可以翻一下 教材上啊 翻到这个十五习题 第十五个习题看 咱们来看这个题怎么办 说X符从0到1上的均匀分布 在大X等于小X的条件下 Y的条件干了一密度 给了一个条件干了一密度 还给了X的密度 好 第一位求联合密度 这不是反过来了吗 给条件 这个不是边缘吗 这相当于边缘呀 好 以至边缘 这是条件呀 知道边缘和条件 当然可以确定联合了呀 这里咱们来写一切 分析 第一位 联合密度 是不是等于 这个X的边缘 在乘上 在X等于小X的条件下 Y的条件密度呀 好 乘的时候呢 是不为0和不为0乘 X是0到1的均匀分布 咱们会背 均匀分布的干了密度是谁呀 它是不是就是1呀 好 1乘上后面是谁呀 乘这个X呀 所以得个X 范围呢 范围是不是 X要在0到1 Y是不是要在0 跟X分之1了呀 其他地方显得是多少 0啊 因为其他地方都是0嘛 那0乘0就成完了 好 这是咱们说的 这个关于 他们的联合干了密度 做完了 再来看第二条 干什么呢 求谁呀 再求Y的边缘密度 并画它的图形 那么Y的边缘密度 咱们试一下怎么办呀 求Y的边缘干了密度 那求边缘 是不是回到了第三这个题呀 求边缘干什么 先画图 是不是先画 联合不为0的地方呀 这个地方非常关键 先画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 咱们简单的描一下 这是Y轴 这是X轴 X是0到1的 Y呢 是从0到X分之1 那X分之1是这样画的呀 那这个的这个边吗 那这里还是谁呀 这还是1呀 这还是1呀 好 那你看 X是0到1 Y从0一直跑到X分之1 是不是这个呀 一个开口无限的一个区域呀 这是Y等于X的分之1 好 那接下来咱们来求吧 求这个边缘 Y的边缘 将等于谁 Y的边缘 是不是要积分呀 是不是拿富无穷到正无穷 拿联合密度 对谁积分 是不是对X做积分呀 对X的积分 是不是由左往右创线呀 但是有问题 大家讲一下 如果是在上面由左往右创 和在下面由左往右创 是不是不一样啊 显然得分两段呀 好 来分 如果这个Y是偏上去 那就从哪里了呀 如果Y是大于1的话 Y大于1 那这样创线 是不是看这个实现呀 那么X是从左边的零近 从右边的这个曲线出呀 所以这样的话 下线的X就是0 上线的X就是Y分之1了呀 背景函数就是谁呀 就是这个X嘛 再来个DX 好 这是Y大于1 如果Y是大于0小于1呢 那是第二个这样创线了 这样创线 X从零近从1出呀 所以上下线就是0到1 那个XDX 那其他地方都是多少呀 都是0 所以这就是本题 这个Y的边缘密度 所以你看我们书上这样写的嘛 Y如果0到1 积分0到1 Y如果大于1 积分就是从0到1分之1 然后把这个结果算一下 那就可以了 并且它的图形很容易画 它的图 图形啊 这个图形我们就略了 画它的图形 这是前两问 那么前两问呢 不属于难题 咱们例三和例四 就是讲的这种题嘛 联合边缘条件的关系 那么还有谁呢 第三位 哎 这一位咱们也没碰到过来 是不是求 X大于Y的概率呀 那大家想 所谓的X大于Y是什么含义呀 你想 我们这个图 我们这个图重一画一下 好 这是Y轴 这是0 这是X轴 这是1 哎 这个也是1 这个就是我们不为0的地方呀 好 这是Y等于X分之1 那么第三位算P X大于Y的 是不是X大于Y呀 大于Y的概率 那这不就是落在这个区域上的概率吗 X等于Y是谁呀 那这呢也是个1呀 好 你想 这条线 是不是这个X等于Y呀 如果X大于Y是指的什么呀 是不是指的下面这个地方呀 我们打实在阴影的这个地方呀 是一个三角形啊 是指的这一块 是指的这个区域三角形 所以就是算三角形上的二重积分 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个三角形上做二重积分呀 拿联合概率密度做二重积分 好 二重积分咱们很容易积 来 那么X是0到1 那么Y呢 是不是这样由下往上穿线呀 Y由零近由谁出 是不是由这个X出呀 好 然后呢背积函数是多少呀 联合密度是不是等于X呀 所以拿过来是不是来个X呀 然后再乘个谁呀 是不是再来个底的这个底的Y呀 那这样不就是咱们的这个重要公式吗 求二维的变量 落在一个区域的概率 就是在这个区域上做二重积分 那余下的就是高等数学嘛 做二重积分 那记一下0到1 是不是二分之一X方 在这个底X呀 是X方应该是 二分之一X方 二分之一X方底X 这是X 应该是这个是X方就行了 因为这是对Y做积分 它当常数嘛 常数 常数搬走 自然就是X方 X方做积分 现在等于多少 三分之一嘛 所以答案做完了 我们的概率就是三分之一 好 这是咱们首次用这个公式哈 二维变量 落在一个区域上 赶紧拿联合密度 在此区域做二重积分 剩下的就是高等数学的观点 好 这个题吧 小小的一个综合题 把这几个问题都考进去了 把联合 还有边缘 还有条件 还有概率 它上个谁呢 上个独立性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四问 我问大家他俩独不独立呀 那大家想 独不独立 是不是看联合密度 到底等不等于两个边缘相乘啊 如果等那就独立 咱们看怎么等 你看 对X的边缘 注意 X的边缘是个均匀分布呀 这很容易写得出来嘛 这是1 0到1的时候 这是0 这是其他 好 你想 他这个地方是个1 Y的边缘呢 Y的边缘你看这有两段 它们一乘 等不等于这个联合X 显然是不等的呀 你发现没有呀 他哪一乘呢 这是1呀 你一定要算出来 这里有个谁呀 你看 Y的边缘是两 还是两段呀 这两段和这个 和这个一乘 是不是就这两段呀 这两段显然不等于这个X呀 是不是0到1 它等于X 但是Y大一的地方呢 这显然不是这个X呀 所以发现怎么样 所以发现这个乘的结果 肯定不相等了 不相等下结论怎么样 所以本题XY怎么样 不独立嘛 不独立做完了 实际上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结论 大家记住了 什么结论呢 我们前面上节课讲 离散型自己变量 什么叫独立 是不是交叉点的概率 等于交叉点的行 交叉点的列相成 是不是它就独立了呀 我们说个结论 这个离散型变量 如果那个表中有0 立即下结论不独立 这个地方连续性也有个结论 叫什么呢 如果联合密度 非0的区 非0区域 它不是矩形 如果它不是矩形的话 立即推XY 不独立 做完了 这是一个结论 可以用一下 很多题呢 用这个结论很方便哈 就是看联合密度 它不为0的地方 是不是个矩形 不是 立马回答不独立 你想 我们这个题 联合密度是谁呀 联合密度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不为0呢 一个 那不为0 你说对不对呀 那么这个呢 显量不是什么呀 非矩形啊 它非矩形 我做完了 非矩形 那就搭出 不独立了 为什么有这个结论呢 咱们思考一下 要想独立 就是联合 要等于两个边缘之机 如果等就独立 不等就不独立 这是本质的原因 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说法 为什么你不是矩形 你肯定不独立呢 哎 思考一下 因为如果它不是矩形 这个等式不可能成立 为什么呢 咱们就说这个等式成不成立呀 你可不要盯着这个左右的数相不相等 这是两个函数呀 左边是个二元函数 右边是个一元函数 两个函数相不相等 首先得看什么 首先大家得看定义欲相不相等啊 你说对不对呀 定义欲的问题 左边这个右边 X的边缘 Y的边缘 这是两个一维呀 一维的干离密度 是不是往往在一个区间上不得灵啊 它在X的属于一个区间 它在Y一个区间 X的区间乘Y的区间一乘 所以导致右端永远是什么 右端永远是个矩形啊 那你又 又 那你又